朝鲜办当问题延宕多年 并根是清楚的 那就是冷战残余有存 始终没有建立起和平机制 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安全问题 那么要方也是现成的 那就是中方提出的双轨并进的思路 和分阶段同步走这个原则 当前半岛局势日趋紧张 这是中方不愿意看到 世界已经够乱了 半岛不应该再次生战生乱 谁要借半岛问题开冷战对抗的倒车 就要承担历史责任 谁要迫害地区的和平稳定 就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中方在半岛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 所有努力集中到一点 就是致力于半岛地区的和平稳定 和长治久安 当务之急是停止威慑施压 摆脱轮番升级的对抗螺旋 根本之道是重启和平谈判 解决各方 尤其是朝鲜方面的合理安全关切 推动半岛问题的 这只解决进程